说到米其林 你想到的铁定是它 法国轮胎品牌米其林 它也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 餐厅评件代表 所以和米其林连结的 是美食和旅游 最近也有一个 来自台湾的爱的米其林 同样是餐厅指南 但它还多了 能兼顾生长者需求的 无障碍餐厅指南 而担任命名的访察员 就是生长人士 打开之后它就 卫星就开始寻找定位 还没踏进餐厅 就已经开始记录 因为对行动不变者来说 从下了公共运输 到餐厅的这段路程 有没有障碍物很重要 进了餐厅 菜单踩上桌 访察员已经开始拍照记录 像这个字体就太小了 因为连我老话都看不太清楚了 更何况是事实上的朋友 访察员的工作可不轻松 举凡菜单 空间动线 柜台高度 无障碍厕所 这些都要一一记录 而这份工作完全是志工 我是肌肉萎缩 因为我的那个疾病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呼吸功能 然后就会变成说 我如果在公共场所时间待太长的话 我会那个 这个台会咳不出来 然后变成说累积在里面变废 常常找不到进得去的餐厅 让愿意尽管出趟门并不容易 却还是愿意坐着轮椅进行访察 为生障者寻觅真正无障碍的餐厅 除了生障者 访察员中也有四障访察员 但究竟无障碍餐厅面对四障朋友 该怎么帮忙呢 今天想吃面食类的还是拌类的 我看一下拌类的 我先挑好自己 那些可能会要的那个类型 然后再请他帮我面菜单 台湾餐厅没有点资菜单 市场朋友要吃什么 只能靠店员用面的来点餐 为了做好访察 这些访察员往往没法子 好好吃顿饭 回到家就要立刻将资料上传网路 还要着手特派员报告 对店家提出改善建议 访察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所有的资料就建档在 爱的米其林APP里 所谓的APP就是应用程式 Application的缩写 这三个英文字母指的是 智慧型手机里的各种应用程式 当你有了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从网路下载 而爱的米其林提供的 无障碍餐厅指南 别以为只有生障者需要 它服务的 其实是你我每一个人 我今天就有感受 我今天关节痛 我走过来就是一白一白的 我这时候真的就觉得 电斧提拉 无障碍的空间跟环境 非常有需要 设计者是交通大学 数位创意与行销策略 实验室的师生们 考虑到使用者 有老人 孕妇 市障 等等处于障碍情境的人 所以每一个功能键 每一个图示的设计 都将使用者的需求 考虑尽了 为什么好餐厅是在上面 这个都是有特别设计的 因为对于身脏 因为一般人 如果他单手操作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个是比较快的 可是对于身脏的朋友 他不是 他是拿着 所以他要 对他的视线 最方便的就是这种 林崇薇老师 带着六名学生 一起完成了 爱的米其林APP 连科技的学生 也在这一次的设计中 头一次学着 贴近使用者 我们加入这个 米其林团队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进去这个餐厅 我会开始观看他们 比如说他的出入口 或是他的 比如说他餐桌之间的去 就变成是说 我会变成因为这个东西 我会开始去关注这些的问题 我们不是服务 就是我们是给身脏朋友 我们是 其实我们要推广的 这个理念是 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的 因为爱的米其林 慢慢的有餐厅业者 开始改变 期待这是个开端 让台湾餐厅变得更有人情味 我们下期再见